台南市虽然没有捷运 不过从三月份开始 陆续开通了六条干线公车的路线 希望能够打造公车捷运化 并且将在第一个月打出免费搭乘 希望能够刺激云凉 公车外观漆上绿色线条增加辨识度 绿干线公车正式上路 以六种不同颜色作为区别 从今年三月起 台南市交通局计划每个月开通一条路线 长达37公里的绿干线公车 将行经永康新化到预警 也是六条干线中路程最长 整合难度最高的一条 交通局希望能优先改善 偏远山区交通边缘化问题 即便有六条干线66条直线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涵盖百分之百的地区 所以我们也会有弹性的公车 没有时间表没有班次 但是会看社区市民的需要 我们来开通 这次整合新营客运 新南客运和高雄客运三家业者 要求半距十五分钟 要解决过去令民众诟病 不准点拖班远绕等缺点 同时搭配支线转运 满足乘客搭乘需求 山区方面的路线的话 可能我们比较不熟 如果我们想带着孩子出去玩 其实我们会多一个比较多的选择 我们要到台南市的话 那到某一站的话 我们必须要在火车站转站 那如果对老先生来讲 对老人家来讲会非常的不方便 标榜六干线全面通车后 能串联海边到山区 将三十七个行政区距离缩短 第一个月免费搭乘 不过部分民众反映 干线支线路线较复杂 三五人员咨询不熟悉 恐怕多需要感情改善 才能达到交通局寄望 酝酿倍增目标 接着理学摩招全台南报道